全新的HRM PRO PLUS 装模型濾感测器 增加了两项您一定会喜欢的功能 一个是您不再需要使用工具 就可为HRM PRO PLUS 更换电池 详细请参考右上角影片连结或说明栏连结影片 另一个是HRM PRO PLUS 装模型濾感测器 可以取代步频感测器的功能 在您进行室内跑步活动时 配戴好HRM PRO PLUS 装模型濾感测器 透过 ANT PLUS 传输讯号 不仅可以侦测您活动时的心率与跑步动态 还可以让您的配速与距离更趋近于实际 此外,HRM PRO 也可以透过与 Garmin Connect App 配对 来进行韧体更新 获得侦测配速与距离的功能 详细请参考右上角影片连结或说明栏连结影片 最后,为了让配速与距离侦测功能尽可能的准确 建议您先进行自动或手动校正 要进行自动校正的话 请您再佩戴心率感测器 并在户外手表可接收GPS的情况下进行跑步活动 装置会自动进行校正 要得到最好的自动校正结果 请确保户外跑步时的配速 可以包含您在跑步机上跑步时相同的配速范围 您还需要进行约120分钟的户外跑步活动 来校准您的心率感测器 户外跑步的次数越多 准确性将持续提高 注意!校正时不要使用越野跑步或抄马 因为在进行这两个活动时 步步比较不稳定 故装置不会根据这两个活动的资料进行自动校正 要进行手动校正的话 佩戴装置在室内跑步机上进行活动后 您可以透过跑步机所测得的距离来校正您的心率感测器 跑步超过手表侦测距离1.5公里后 停止并储存跑步机活动时 您的手表会请您输入跑步机所测得的距离 或您也可选择校正与储存来校正您的不符 详细请参考右上角影片连结或说明栏连结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 谢谢收看